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迟来的歉意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2019年10月份以来的 每个星期日下午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 都在埃贝尔铁塔旁的人权广场 进行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 有人们得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 真善忍遭到迫害 酷刑折磨 甚至被强行摘取器官 他们震惊不已 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 希望早日停止这场迫害 罗朗斯 吉特利耶和朋友特雷西 来自比利时 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了 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罪行 他们两人都哭了 罗朗斯说 不论在哪个国家 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杀人掠夺器官 这是非人的行为 无论如何必须要制止 做这种事的人 他们没有情感 不是人 这太恐怖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 雷米·公德朗 来自法国东南部 他对国际媒体 面对迫害的沉默 感到悲愤 你们的和平抗争 让我感动 我们没有听到国内和国际媒体发生 况且是反人类罪行 媒体没有作为主要事件报道 是因为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里 没有任何媒体传递给我们这个信息 幸亏你们举办这样的活动 传递这一信息 群体灭绝罪 这是国际丑闻 谢谢你们 曾善忍国际媒展 在巴西巴伊亚州 位于州府萨尔瓦多市的州联邦法院举行 今日联邦法院报 对媒展和法轮大法进行了报道 媒展开幕当天 萨尔瓦多市地方电视台也做了报道 为期一个月的媒展期间 法轮功学员还举办了几次交工活动 法院信息中心主任阿乌瓦楼看到孤儿泪这幅画时 他为小女孩面临的残酷现实而痛心 他说 只因一个信仰被迫害 就使这个家庭的欢乐消失了 现在中国的政府中共真是荒唐至极 退休教授塞莱斯奇观看了画展 他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给世人传授这么好的功法 他以前一直担心现在的年轻人 已不想了解关于神的神圣 他表示 以后可以放心了 人类会真正的被救度了 他要向他所认识的人介绍法轮大法 11月2日至30日 真善忍国际媒展在西班牙 马德里洛佩德维加文化中心举行 超过2000位参观者欣赏了展出的画作 其中有许多人被这些艺术作品深深打动 许多人在留言部中写下了他们的评论 杰出的画展打动人心 与真正重要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表现人性升华后的崇高 一次美好而震撼的经历 我希望很快人们都能了解这场迫害 以便这样的迫害不再发生 台湾的国父纪念馆是国际知名景点 往来有世界各国旅客 络绎不绝 法轮功学员在园区内有两处真相摊位 也有两处展示五套功法的地点 长期向世人传递法轮功真相 有队来自大陆的年轻夫妇 在经过景点展板时 学员询问他们了解这些真实资讯吗 先生表示不知道啊在中国国内很少翻墙 所以出来看看 学员引导这对夫妻到425和平正义上访展板前 两位看完了完整的图片说明 很快就识破了中共的谎言 先生忍不住说 我原先在想 你们为什么还在讲这些跨20年前的事 原来是我们被骗了那么久 先生拿起手机再拍了几张展板 还要了一些真相资料才离去 据不完全统计 澳洲民众签名举报中共前恶手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数 于近日突破20万 其中在墨尔本征集的签名人数超过16万 听闻中共邪党迫害善良正直的 中国法轮功学员 来自澳洲各界的民众 在街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希望尽快结束已经持续了20年 惨绝人寰的迫害 西人法轮功学员马克 在过去4年间 坚持每周两三天在墨市中心征集签名 他说 这些年中 我遇到来自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的人们 当他们得知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时 都非常震惊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山东省青岛来西市 今年63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全花 2018年7月17日被绑架构陷 非法关押至今 今年7月被非法开庭 近日 吉墨法院告知家人 郑全花被判刑7年 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吉墨市浦东看守所 家人不得探视 四川成都优秀教师 法轮功学员袁斌 2019年10月15日被非法开庭 又被网判4年 勒索罚款1万元 同时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丁书清 被网判3年 也被勒索罚款1万元 袁斌的姐姐袁学芬 2019年4月28日被网判2年 袁斌曾被劳教迫害1年 被非法判刑8年 袁斌再次被绑架后 父亲多次要求放人无果 老人义愤填膺 不幸离世 黑龙家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戴启洪 失踪多日后 证实被绑架 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一看守所 2019年10月份获悉 戴启洪再次被非法判刑5年 说是劫2017年的案子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 戴启洪2017年8月31日 被绑架后绝食抗议 被取保候审 戴启洪本是牡丹江监狱公务员 警察 2008年3月20日遭绑架 被非法判刑5年 北京81岁法轮功学员侯爽老太太 2019年8月28日 在长春弟弟家被绑架 随后被非法判刑4年 老人已经上诉 要求无罪释放 律师会见时 老人说被绑架一周后 由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所谓开庭 说他在取保候审期间 偷偷搬离租住处 法院传不到人就上网通缉了 下面请听一组 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 讲真相摘要 2019年 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于10月27日 在雪兰俄州巴达林 在野市政厅礼堂召开 来自马来西亚各地 以及部分来自越南、印尼、新加坡 和香港的法轮功学员 参加了这次交流会 14名学员与大家交流了 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 大家比学比修 共同精进和提高 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 10月24日至27日 在赫尔辛基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的书展展销会 赫尔辛基书展 是芬兰秋天最大的文化活动 1000多位作家、艺术家、政治人物 和有影响力的人参加相关活动 近8万5000人参观了书展 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 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人 人们赞扬法轮功学员 为结束迫害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也很明白 真善人的普世价值 是中共的思想体系所容不下的 很多人签名呼吁结束迫害 11月2日 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中部城市 布兰德的健康博览会 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布兰德人 耶特一家人来到法轮功的展位 了解到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 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 同时练五套功法帮助进化身体 达到身心健康 他们表示 太好了 这是我们需要的 前不久 澳洲墨尔本希腊社区最大的媒体 News Cosmos 在其报纸和网站的健康栏目 报道的希腊裔法轮功学员 比尔托朵里的故事 文章的题目是 寻找为什么这些希腊裔澳洲人 都喜欢这种特殊的打坐方式 10月26日 日本法轮功学员 参加了在中部地区 爱知县道泽市 丰田合成体育馆举办的 市福祉宣传活动 向民众介绍功法 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练功 向来往的市民 发送法轮功的介绍资料 和写有真善忍 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 很多市民对法轮功感兴趣 想要学功 道泽市市长 议会议长等来视察 认真倾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 11月2日至3日 日本广岛市第48届 可布公民馆庆典 在安佐北区福祉中心举行 热闹非凡 法轮功学员参加了 3日的舞台表演 演示了法轮功的 五套功法动作和中国传统腰鼓舞 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 受到当地民众的瞩目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一位重度残疾者的苦难与坚持 河南省路易县法轮功学员李国良 修炼前患有强植性脊髓炎 从跨部到颈椎都不能弯曲 走路时只能靠膝关节 那一点点的弯曲挪动 睡觉和大便时都十分不方便 这种状态已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最严重的时候 他甚至精神失常 后来李国良修炼法轮功 虽然他做不了练功动作 但大法的威力也在他身上显示了出来 本来他的手骨 鳄骨已经僵直了 就是手完全不能动了 嘴几乎张不开 修炼后他的手也能活动了 嘴也可以张开吃东西了 更可喜的是 他的精神完全恢复到一个健全的人 李国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 自食其力 他让家人给他买个三轮车 批发一些小东西在车上卖 因为他只能站着把握方向 需要改装车瓣高度 但当修车师傅也不知如何改装时 李国良因法轮大法给他开制开会 指导修车师傅成功改装了车霸 路易县城的一些临街商户和熟悉他的人 都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 你看看人家一个残障人士都能自食其力 李国良经常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 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 曾经有一个小偷听了他的话后 从此改邪归正做起小生意 李国良的励志故事曾经在路易本地的媒体上刊载 也有相关医疗研究机构认为他的事情就是一个奇迹 曾想对他进行深入研究 2015年12月31日 当时40岁左右的李国良被绑架 后被误判 非法关押到郑州监狱 因李国良不转化 御方一直派包夹对他进行随身监控 上厕所都需要先报告 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 他都尽量不麻烦别人 水房 厕所常有积水 只要有时间他就要扫一扫 监狱每到节日发的很少的一点水果或其他食物 他都要留给别人 因为他生活上有时也需要他人的帮助 如此善良 励志的好人 却让邪党异常害怕 将他构陷入狱 路易县警察在绑架李国良时 还故意推赏折磨他重度残障的身体 从看守所到监狱 李国良始终都坚持信仰无罪 见到任何人都讲着大法的美好神圣 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自身的巨大变化 证实大法 迫害法轮功 辽宁610头目江庆明被举报 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辽宁省610办公室头目江庆明 近期被民众举报 江庆明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 江庆明曾任职中共辽宁省委 政法委员会 610办公室 迎口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等 亲自操控对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 绑架 抄家 关押 判刑 洗脑等系统性迫害 积极推行迫害政策 仅2016年至2017年期间 在其610的操控下 辽宁省有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 40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6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 强制洗脑及超气关押 70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行政拘留 及刑事拘留 导致如此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或丧失生命 或遭抄家 关押与判刑 以致家破人亡与巨大财产损失 身为610办公室头目的江庆明 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甘肃女间非法关押着30多名法轮功学员 甘肃省女子监狱 目前非法关押着30多名法轮功学员 他们都遭受着恶警包夹犯人的残酷迫害 沁阳法轮功学员郭彩平70多岁了 几乎每天都遭受包夹犯人王磊章鱼的毒打 不让他上厕所 章鱼还多次把他打倒在地 拉着他的后衣领在地上拖着走 憋得郭彩平喘不过气 几乎止息 白银法轮功学员张又夫 几次被恶警卫银用电棍电击 还被包夹犯人李浩熙多次毒打 沁阳法轮功学员段小燕 被恶警卫银电击 恶警说 段小燕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写思想汇报 被她撕掉后要求重写 还用电棍电击 段小燕的脸被电成了紫黑色 眼睛差点被电瞎 兰州法轮功学员刘婉秋 因不写思想汇报 不让上厕所 尿在裤子里 被告捐拉到厕所把衣服脱光 用凉水一盆一盆地往她身上浇 晚上睡觉被褥全部卸掉 睡在光板床上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 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 都在这里遭受着种种迫害折磨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160名大法学员 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 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 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市领导问我他该怎么办 大陆来稿 市里的一位领导 来我店里理发五六年了 他面相很凶 我不敢给他讲真相 后来他得了脑穴栓 一条腿不好使 走路一拐一拐的 有一天他又来我店理发 那天只有他一个顾客 我发正念清除干扰 然后说 先生 想跟你说件事 对你有好处 他说 说吧 我问他 你是党员吗 他答 是 我又问 你相信神佛吗 他说 不信 我说 那我不说了 他急忙说 说吧 说吧 我听听 那我先给你起个化名 把党退了再说 他说行 就这样 我开始讲法轮功真相 他说 坏了 我在部队时抓过法轮功学员 我说 你那时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法轮功学员不会怪你的 我讲了迫害法轮功遭报应的例子 他明白了 问我他该怎么办 我说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就行了 他怕记不住 让我反复地教他好几遍 看到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念 我很感动 也很自责 是我的怕心导致了早该明白真相得救的人 等了好几年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建筑公司副总 劝告世人 三退真能保命啊 大陆来搞 2014年 我退休前 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副总 我曾利用职务之便 劝退几个包工头 就是搞建筑的个体大老板 他们其中的几位在重大车祸中安然脱险 使他们认识到大法的神奇 三退真能保命啊 时间虽过去七八年了 但他们跟我续说的事故经过 我还是记忆有心 先说I 为安全起见 用字母代替名字 他是我的同学 我劝他三退以后 几年间 I就从小包工头 变成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一次中午 我们在天津一个饭店吃过饭 他开车赶回工地 我回公司办事处 我刚到办事处 坐下想喝点水 我的手机铃响了 一看是他的电话 我就问 什么事 他从电话里高声大喊 法轮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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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怎么了 这么激动 他说 我出车祸了 把一棵大洋树撞折了 车头撞扁了 我没事 法轮大法好 再说B 年龄不大 三十多岁 在承德承包两栋高层建筑 一次 他从承德回天津 走承德经唐山到天津的高速路 承德高速路是山区 中间几个山洞 那天正好下雨 他经过其中的一个山洞时 山洞北面雨小 车速快点没事 进了山洞后 车速更快了 出了山洞 高速路有一个左拐的漫弯 这边雨水太大 路面水直流 由于车速快 车轮被雨水拖起 车轮和路面产生不了摩擦力 左打方向盘 车不听使唤了 车子照直直行 直接撞上了高速公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带 他说 我两眼一闭 玩咯 车子在路面转了一个圈 他也不知道 停下来之后 他伸伸胳膊 动动身子 摸摸腿 不疼 他试着开开车门出来 活动活动 没事 心里那个激动 他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来 顶在头上 站在路边打电话 恰巧是我儿子接的 让派人顺高速路去接他 这个电话打完后 手机就坏了 再打不出去电话了 路过的汽车司机都摇下车窗看一下 几乎都说 车坏成这样 这哥们完了 后来交警来了 一个交警打着伞 猫着腰 边往车前走 边说 这车前后都撞烂了 人不知道烂成什么样子呢 他说 没烂 我还活着呢 那交警着实吓了一大跳 他做梦也没想到 人活着没事 拖车来了 他说自己突然想起他的宝贝 大发真相护身符 赶紧从车厢里拿出来 带在身上 炮制谎言污蔑法轮功 人民网监视会主席唐宁遭恶报 原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主任 56岁的唐宁 因追随江泽民污蔑法轮功 最终遭恶报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9年10月30日凌晨51分 在北京暴毙 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的有关记者 责任编辑及播音员 他们遵从江泽民罗干等的旨意 不断地炮制谎言和刺杀等害人听闻的恶性事件 在藏污陷法轮大法 为江市灭绝人性的迫害炮制理由和借口 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老百姓 也包括警察及海外华人洗脑 把对法轮大法的恐惧和仇恨 装入人们的心中 是一些官员警察及群众 不能分辨政协参与迫害 成为江泽民迫害大法递死的犯罪工具 1999年11月至2005年6月 唐宁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副主任 从1999年7月22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唐宁领导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刊登了大量污蔑法轮大法的文革式文章 采用一花接木 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段捏造事实 大肆诬陷法轮大法创始人 唐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曾多次用自己的名字 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散布仇恨和谎言 江泽民政府迫害法轮功的初期 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所炮制的1400例 为其迫害制造借口 此后又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 为其迫害的升级制造理由 将谎言及仇恨 潜移默化地装入海外华人的脑中 使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华人 对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虐杀保持沉默、旁观 有的甚至诸咒为虐 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多行不义必自弊 人民日报社近期多名参与迫害者遭恶报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总编胡心跳楼身亡 2018年11月6日 人民日报旗下新闻战线杂志社的原总编辑胡心 从报社36号楼19层纵身一跃 跳楼自杀 胡心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 参与过多篇重磅文章的研究、写作和编辑 使人民日报任李轩和任仲平写作班子成员 任李轩和任仲平 是人民日报引导全国舆论灌输谎言 给全国人民洗脑的集体笔名 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迁跳楼自杀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迁 因罹患抑郁症 于2012年8月22日下午2点跳楼自杀 业内人士证实自杀消息 并质问真实死因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编邱明伟曝光 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 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邱明伟 曾经是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编 因他曾帮助过法轮功学员 为躲避政治迫害 前些时到了海外避难 他揭示出一个事实 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 因为用一个造假记者的话说 不造假就没有饭吃 记者也只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文字工具 他在香港的一个记者会上公开宣布以真名退出中共 邱明伟说 在过去的研究中认识到法轮功 主张真善忍 遇到矛盾向内找 是一个没有暴力 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 这有什么不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迟来的歉意 作者 月高 随着香港民众反极权运动的进行 警方不断公布被民众称为被自杀的案例 一句句身体刚坠楼就散架的尸体 让香港人回想起十多年前 在铜锣湾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酷刑展 近日 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为自己曾经误解了法轮功而致歉 在Facebook Twitter等社群媒体 很多人转载了2019年10月26日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表的 《倖存者和受害者关于害人听闻的 由国家政府批准的中国器官活摘》 福克斯报道介绍了今年6月 由国际人权机构ETAC发起的 《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 独立法庭的终审裁决 法庭宣布 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 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已无可置疑地得到确认 报道指出 害人听闻的器官活摘 这是一场恶梦 被掩藏在公众视线以外 被销声匿迹近20年 著名媒体的报道 加上法轮功学员每年数次在香港的大游行 每天在各景点的讲真相 对照由610办公室操控香港清官会的暴力干扰 早已让全香港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 但不少香港人因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多年来拒绝相信法轮功学员揭露的事实 有网民留言说 过去20年 香港人没有理会法轮功的指正 当恶法一个个到来 才知道所有不合理的事 只要和共产党扯上关系 就会变得合理 香港居民陈小姐表示 这次反送中抗争 令香港人在亲身经历后看清了中共 回头再一看法轮功十多年不懈的呼吁 现在终于明白了 法轮功学员讲的全是真的 1999年7月20日 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 开始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与监狱中 长期遭受酷刑折磨 迄今经核实的至少已有4300多人被迫害死亡 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共举全国之力动用党 政 军 特务与媒体 不断炮制假新闻 编造一连串自焚 杀人 敛财等迷天谎言 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下 许多民众被欺骗与迷惑 沉默噤声 许多中国人对法轮功的误解 大多因为偏信了中共喉食的造假宣传 近日 香港市民的恍然大悟与迟来的歉意 反映了中共常年污蔑与构陷法轮功 荼毒了无数世人 所近20年来 法轮功学员切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 许多人被法轮功学员真诚 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 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 多年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澳洲与台湾议会 已经数十次提案 持续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发出正义呼声 各国议会的提案是人心归向与良知的抉择 制止迫害 传达了全球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 谎言中不长久 真相渐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迄今在网站公开发表声明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逾3亿4千多万人 近年 中国大陆各地频传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 多地检察院退卷或让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等 都是人民面对中共暴政 挺身选择善良的一举 印证了人心已觉醒 全民集体反迫害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一路走来 多少大难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日 我是一名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 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太多的神迹 一直想把这些写出来 以泄师尊的慈悲苦度 但是因为文化少 一直没能如愿 今天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 把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神奇的经历写出来 和同修共勉 第一部分 入道得法 我的叔叔参加了两期师父的传法班 回来后 他就来我家向我的父母弘法 那时候我的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还有村里的其他人也开始修炼了 但那时我没有走进来 可是那时候我的叔叔就指着我说 将来老二 我的小名 肯定能修 这本书得给他留着 几年之后 应该是1997年 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胃疼得受不了 每天都得疼几次 一疼 我就用膝盖 顶着疼痛的部位 在痛苦中煎熬过来 那时候家里条件还不好 没有前置 一天我在地里干农活 胃部又开始疼痛 我放下手里的活 坐在地上 用膝盖顶胃部疼痛的地方 那滋味真是难受 耳边有个声音说 人家都打坐 你不好坐一会儿啊 我一想也对啊 我就学着家里人 打坐的样子坐了一会儿 这一坐就好了 后来才知道 那时候师父就已经管我了 可是半个月之后 胃病又犯了 正在我疼痛难忍的时候 师父又点我了 人家都有动作 称 指第一套佛展牵手法 你不好 笔划笔划 我一想也对啊 就学着家人 练佛展牵手法的动作 笔划着坐 这一笔划又好了 胃也不疼了 这一好又是十多天半个月 之后又犯了 这时师父又点话我 人家都学法看书的 你不好拿书看看啊 我就拿起大法的书 这一看 从此我又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 二十多年来 无论多么邪恶的打压迫害 无论面临生死的考验 我一直坚定的 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 刚得法不久 我就出现了三天大宵夜的症状 全身发烧 在炕上躺着迷迷糊糊的 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宵夜 我就让孩子把电视关了 让家人都走 谁也别管我 我一个人在家折腾了三天 三天后一切症状全部消失 从此之后 胃病好了 还有年轻时就患有的心脏病 那时一犯心脏病时 尚不来气 心跳得厉害 这些症状不知不觉中 全部消失了 原来一顿能喝一斤白酒 酒也戒了 原来成天抽劲大的雪茄烟 烟也戒了 在修炼前 我是村里的一个小混混 经常打架斗殴 村里没有人敢惹我 就连生产队长都得哄着我 要不他工都派不出去 我家盖房子 生产队给盖 我自己上班不耽误工 生产队长说 老二你出工就行 咱们帮你盖房子 从修炼法轮大法后 通过学法 逐渐的也认识上来了 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 这些不好的习惯都改了 因为我修炼后的变化 一个邻居趁机霸占我家的地方 我都能做到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那要是在修炼以前 他们真的不敢 刚修炼时 我就看到过大法轮在旋转 一片红 我背法时 师父鼓励我 让我看到法轮 刚开始我还有点不信 我和师父说 师父啊 我往后翻 如果再有 我就信 再往后翻 我看到薄薄的书液中间 有一个夹层 法轮就在那个夹层中 闪闪发光 万字符和阴阳鱼 都能看清 再往后翻 还有 我就和师父说 师父啊 不用再给我看了 我信了 大法的超长 触及到了心灵深处 从那时候 我就开始背法 我知道书上每个字 都是佛道神 第二部分 风云突变 在1999年720之前 我们村里能有 二十来个同修 定期学法 练功 迫害之后 我们地方的镇党委书记 经常到我家 来看着我们 但那时候 我们还是照样练功 每天练功时 中间都放一个垫子 留一个坐子 同修能看到师父的法身 每天都和我们一起练功 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 直到后来迫害升级 我们才进到房屋里练功 中共打压大法后 我们去北京上访 刚走到市里 就被截了回来 然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强迫我们写 不练功的保证书 不写就逼迫 天天到我家来找我 一直持续半年 家门口经常有人 坐在轿车里看着 白天晚上的 但任何压力 都没有动摇我 这颗坚定大法的心 第三部分 认识到自己的使命 回家后 也跟着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 讲真相 但那时并没有在法理上认识上来 通过一件事情 对我的触动很大 当地的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 我又联系上外地同修 那是家里这边 除我们送资料外 还有几个同修也在做 我就找到那几个同修 我告诉他们 我能从外地联系上 你们要不要资料 他们几个谈笑丰盛地说 他们有 就不怎么理我 当时我感到自己和人家差距很大 我就在心里问师父 怎么会这样 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你为德不够 那天我是流着眼泪回到家的 通过这件事情 我深刻认识到修炼 不能大帮轰 救读众生可不是玩笑 我一定走出自己的路 从那以后 每次出去 我都至少带两百份资料 我和我身边的几个同修 骑着摩托 几乎走遍了我们市的乡村 十几年下来 一直到今天 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刚迫害初期的时候 我们村有个610的主任 经常到我家来骚扰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 每天我出去送真相资料时 他都不来 只要我有一天在家 半夜12点左右 他就来敲窗户 问 是我啊 你还练不练了 我说练 他就说 那好你练吧 我走了啊 我悟到 我这是一天都不能在家歇着 每天我都得去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的使命啊 在这些年的讲真相救人中 发生了很多的神器的事情 师父一直在慈悲地保护着我们 很多大难都在师父的加持下 化险为夷了 近20年来 我们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 第四部分 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大家讲几个救人过程中 遇到的小故事 和大家交流的目的 是让大家更信师信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修在自己 公在师父 没有师父的保护 我们连自身安全都不能保住 别说做什么了 有一次我半夜 发完资料回家 也辨别不清 哪是哪了 半夜连个人都没有 我就在心里求师父 就听到有个声音说 一直往前走 我就骑着摩托车 一直往前走 等走到离我家 还有两里地的时候 我才辨认出来方向 等我走到家门口了 就感到平地 刮起一阵风 把我的衣巾都接了起来 我回头定睛一看 谁都没有 我明白了 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 送我回家 直到我安全了 才离开了我 还有一次 我和一个同修骑摩托 去四五十里之外的地方 发放真相资料 带了四百份真相小册子 和四十多个条幅 带了锤子 往那杆子上钉 坐着坐着 那个同修说 后面有跟踪的 我往后一瞅 是有辆车 但是也不一定是跟咱们的 我们也没理他 就一直坐 坐到后来 就剩五六个条幅 十四五本小册子 这时就感到前面有堵的 后面有碾的 那个时候怕心出来了 我说咱们把锤子和条幅 扔桥下去 按理都能扔桥下去 可是这一荒 都扔到了桥面上了 那也不能下来捡了 后面有车 那时候就以为是碾咱的 可是快到家了 我就悟到 今天是假象 我要回去捡 他不让 我就边走边后悔 第二天我去一看 我们钉的条幅 迎风招展 那个颜色太漂亮了 我去找我的锤子和兜子都没了 这时候我就发誓愿了 我说师父 这次是我错了 师父啊 我不能在正法这条路上留下遗憾 师父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管一年还是半年 我要弥补这次错误 师父真的给我安排了 六七个月之后 还是拿这些东西 还是后面有车 出去就让人给盯上了 为了确认他是不是钉烧的 我就把摩托车开到泥道上 结果后面的车也跟着上了泥道 他离我们有一百米 我们就开始发正念 你赶紧给我回去 否则我就让你翻车 因为你影响我救人了 不一会儿 那辆车就掉头了 我俩就立立整整 坐完回到家中 还有一次我们带的一千多份资料 都坐完了 到了一个检查站 我们有点专项了 这是哪儿啊 怎么还出来检查站了 这时红地灯那边有一辆车 我们坐了一晚上资料 还拎个破袋子 也不知道是哪儿了 就按原路返回 这时那辆车就跟上来了 这回可以肯定是跟踪我们了 怎么办呢 我把车慢下来 后面的车很快就追上来了 我能看到车里有四个人 他们就准备摇窗玻璃 准备对我们喊话 我就发正念 不准你们喊话 他们就没有喊话 再往前走 我一看要到家了 那辆车还跟着 同修说 前面有个胡同 我心里明白 是不能进胡同的 因为不知道里面的结构 要是个死胡同呢 我和同修说 发正念让他们回去 我们是旧人 他们再撵我们 就是干坏事 就是罪恶的人 再干扰我们旧人 他们就得装电线杆子上 赶紧回去 结果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 他们掉头就回去了 事后那个同修说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 可能都想不起来发正念了 这么多年在救人的过程中 操场的事情遇到太多了 无论遇到什么事 师父的法都在我的头脑里 有了师父的法 我就能临危不乱 最后都化险为夷 第五部分 否定洗脑班 否定流离失所 那一次我们当地要办洗脑班 迫害我们 政法委的610主任到我家 说什么都让我去参加 我说我修真善忍 做好人 你们还让我转化 我不又转化成坏人了吗 他说你去吧 就半个月 这半个月每天给你开钱 你想吃什么 我就叫人给你做什么 肯定不让你受委屈 只要你去就行 我一看 这是说什么都得让我去了 我就和他说 天太热了 我先去洗洗 他们在屋里坐着 我到厨房去洗洗脸 然后就从后门走了 等他们明白过来后 已经找不到我了 就这样我流离失所了 但我没有停下 救度众生的脚步 白天我在城里躲起来 晚上回去 家中同修把资料准备好 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晚上我回去拿了资料去发 每个星期都得保证发四千份 一直没有停歇 白天发正念 解体让我流离失所的邪恶因素 23天下来 没有效果 我就静下来向内找 我认识到我在发正念的时候 很恶 不慈悲 充满了憎恨 让那个610主任筋断骨折 这回我调整心态 心态稳定地铲除610主任背后一切迫害大法 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 这次在发正念的时候 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 我和那个610主任面对面 我在发正念的时候 他背后一条大蚯蚓又粗又大 白脖子的 被我的功能给烧焦了 还有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 非常脏的一大堆 也让我给清理了 看到这个景象后 我知道我要回家了 第二天610主任 就让大队书记给我烧话说 你叫他回来吧 咱们哥们有什么过不去的 不就这点事吗 如果他错了 让他给我道个歉 如果我错了 我请他喝酒 我对大队书记说 他不配 他迫害大法弟子 马上就要遭报应了 邪恶利用完他了 我没有倒下 我立住了 果然不出三天 他就被镇政府给下放了 什么待遇也没有 他也是为政府做了一辈子工作 到头来什么也没有 现在这个人傻了 是脑血栓后遗症的症状 因为他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 遭到了报应 第六部分 你们都站着别动 我要走了 还有一次 我准备好了真相材料 正准备去发 刚走到大门口 就被十几个警察给劫了回来 为首的是我们当地派出所政法委的 他曾经找我谈话时对我说 你常在河边走 没有不失邪的 我那时义正言辞地对他说 我常在河边走 永远不失邪 可这回糟了 家中什么都给翻出来了 电脑 打印机 真相小册子 他指着这些东西问我 你不是说你常在河边走 永远不失邪吗 这怎么回事 那时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 师父啊 这回糟了 您可得帮我 我得出去救人 可不能被他们带走了 求完师父 我就想 我得用功能定住他们 我对他们说 你们都给我站起来 当时他们在我家 抗烟 坐了一排 我和老伴儿子 在地上站着 他们就整整齐齐地站了起来 我又说 你们谁也别动 我要走了 他们就谁都没动 我回过头来 对儿子说 爸不在家 你要听你妈的话 说完 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到大门口 那里还有一个警察 在看大门 看到我 问我 你干嘛去 我说 我要走了 你别管 他连忙说 你走吧 我不管 就这样 我堂堂正正走了出来 出来后 就去迎那个 我们一起约好 出去发资料的 A同修 我们俩又一起去了 无理地外的同修家 把这件事通知了他 第二天 那个610的头子 让人转告我说 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 不去的话 就要通缉我了 并且说 这也太别气了 你就那几句话 我们的脑袋瓜子 全部失控 就眼瞅着你走的 如果明天早上八点之前 不来派出所 我就通缉你 全国同机 你要来了 我们什么都过去 就在这时 来了三个同修 我有点拿不准主意 就和他们切磋 第一个同修说 你去吧 早进城 晚进城 早晚得进城 不行回来再写个声明 我一听 这说法不在法上 第二个同修说 你这个事 咱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只能看着你 我没有主意 第三个同修说 别听他们的 邪恶说话哪有准话 给你扣了怎么办 看来我还得自己拿主意 我和师父说 师父啊 弟子不能流离失所 这不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 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 我得去面对 但是我也不能做任何 有损大法形象的事 我把大队书记找了来 我对他说 我可以去 但是我怎么说 你们怎么写 不许把我扣下 也不许给我任何脸色看 大队书记说 好 我保证不扣你 我虽然没有去过派出所 但是我只一想 派出所的景象 就在我的脑子里 显现出图像来了 那里有一个窗户 我当时就打定主意 只要他们一动横的 我就顺着那个窗户飘出去 因为我没有犯罪 不许他们对我 有一点的不敬 到了派出所 那个610的头子对我很客气 说你来了 你可把我们给耍了 说着说着脸就变了颜色 我一看不对劲 就边和他说话 边往窗边靠 他像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一样 马上改口说 你看看你 我也没说你啥 你就又要走了 你真厉害 这时书记上来了 就说咱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你看这事得怎么解决 你也得给我们个台阶下呀 你看你这么说行不行 就说你在你家门口捡包东西 刚要给我送去 就被他们给撞上了 这都是误会 下回再有这事 你早点给我送去 别让别人再误会了 那个610头子说 你得让我给我手下一个交代呀 要不传出去 我这乌纱帽都得掉啊 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 这场风险化解了 我又堂堂正正回到家中 平稳地做着三年事到现在 我临走时 那个610头子还说 今天我要给你一点脸色 你都得跳窗户 那就更糟了 第七部分 我师父有办法 沈阳苏家屯 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曝光后 我身边的同修 那段时间都没人发揭露邪恶的真相材料了 我一看这不行啊 得让民众尽快知道这一罪行 我就开始做揭露中共 活摘器官的真相材料 一连做了20天 20天后身边的同修开始要资料了 我一看坐在炕上叹了口气说 我太疲乏 这回我可要歇歇了 这20天没学法 也没有正念了 也没有法的力量了 就这要歇歇的一念 被邪恶钻了空子 那天晚上 我出去送资料走的那条路 不是很熟 在一个转弯的地方 来了一辆车 我给汽车让路 可是当时心里明白 但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一下就栽豪沟里了 摔完后还挺清醒 我把东西先放好 又去扶摩托车 可是没有力气 扶不起来了 20多天没学法 也没有正念了 也想不起来求师父了 我给同修打了个电话 同修来了 说打个车回去吧 我说不用 我走回去吧 同修把车骑走了 我徒步走了五六里 一到家里我就不行了 等到了家 我才意识到自己摔得很严重 头部出血 左侧锁骨骨折 左侧肩胛骨骨折 左臂一根筋断了 左胸的一条肋骨骨折 左胸都塌了下去 那根折了的肋骨都支出来了 我躺下之后 一个人起不来 得有人拽才能起来 我知道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 整个过程也没怎么疼 也没打一针 也没吃一片药 同修来了说 大家凑点钱上医院吧 药部容易破坏法 我始终认为我有师父 我一定能堂堂正正起来 整个过程我什么都能承受 就一样 大便后自己用手指够不着 一个同修说 我可以帮你 但是我知道那是同修的慈悲 还是要自己来完成 我就求师父 不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没有那么疼 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 只是有一样 睡觉超过一个小时 准腾醒 现在悟是师父不让我睡 那样骨头可能是不容易长歪吧 所以一个小时准醒 我以为是前胸最重 其实是肩胛骨骨折最重 当天晚上我躺在炕上 都能听到师父在另外空间 给我的肩胛骨往一起接的声音 足足接了两三个小时 我的亲家来看我 都是哭着走的 说亲家 你没钱咱们拿 你不去医院残废了怎么办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心中有一念 我师父有办法 姐姐同修说 你弄块红布挂脖子上 能把那个胳膊拖一下 我心寻思 这能挺好 可是一挂上 胳膊就疼了受不了了 之前没这么疼过 我知道这是人心 一下就把那块红布给扯了下来 大法是超长的 一切都交给师父吧 十多天后 我的手臂就能摇动了 同修看到 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 也在法上认识上来了 也不劝我去医院了 因为那时候正是春季 地里活多 没几天我就披着衣服 到地里去看看 邻居看到我都说 老二啊 你怎么出来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你得在家躺着 养着啊 我说 常人伤筋动骨一百天 我不是常人 我六十天就好 现在想想自己还是那一念 把自己给定住了 正念还是不足 结果我真是六十天就好了 到了六十天 师父点话我到七八里外的地方去 那天正好那里是急 我骑着自行车去赶急 弟弟干活的老乡们 都很兴奋地和我打招呼 老二你好了 这真好了 都能骑自行车了 赶完急回来 感到有些累 躺炕上就睡觉 睡梦中师父又点话我 还怪你乏 骑摩托车不就不乏了 醒来后我马上起来 骑着摩托车就往外走 刚开始靶子还晃了两下 然后就一切正常 村里人看到都惊奇地喊 老二你真好了 这摩托车都能骑了 从那以后全村的人都知道大法的神奇 就连那个村书记都不来我家骚扰了 如果有人找我家找不到 村里的人就会非常热情地 把他送到我家 前院邻居的弟弟 是在我前五六天摔的 只是锁骨骨折了 还打了钉子和纸腾针 每天还在家疼得直叫唤 人家说你看老二摔得比你重多了 也没听人家叫唤 我六十天就完全恢复 到现在一切都正常 他一直到一年之后才基本恢复正常 都是大法的神奇啊 第八部分 你的使命没完成 打也得给你打回去 还有一次我想把家里房后的那堆乱石头 用手推车推走 想把那里平一平 当我推到最后一车时 感觉浑身发热 腰不得劲 我赶紧进屋躺在炕上想休息一下 可是一躺下就觉得不行 躺倒越来越重 要起不来了 我一看不好 赶紧强挺着出去 把最后一车石头送走 回来之后 躺在炕上就起不来了 那时候明显感到 另外空间就像电影而演的 恐怖片里那样 另外空间开了一个口子 冒出很多黑气 一下把我围住 当时我就失去意识了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 只是隐隐约约的一点意识 我要走了 那时候儿子在外地打工 晚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已经走了 到那边了 那里还有我已经去世的父母和别人 我的父母见到我之后就说 我们就这样了 你是有使命的 你赶紧回去 你的使命还没完成 你上这边来干嘛 我儿子梦醒之后 赶快从外地赶回家了 到了家就在我耳边 和我说 爸呀 你都在那边了 人家说你使命没有完成啊 打也得给你打回来 我渐渐的清醒过来 同修们也陆续的来了 和我切磋 陪我学法 那时候脑子中也没有法了 通过学法 我慢慢的就回来了 像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三四次 我深刻的认识到 我是有使命的 每次发生这种事 我就是信师信法 最后都奇迹般的走了回来 我非常清楚 实质的东西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 还有一次在学法的时候 正轮到我 读到《孤魂野鬼》时候 同修就看到我的嘴歪了 同修马上过来 但是我还是慢慢的失去了知觉 那时候死亡状态已经出现了 大小便也失禁了 我女婿是个常人 就在那儿骂 都这么重了还不上医院 可是她往120打电话 镇里的120没人接电话 市里的120也没人接电话 到了半夜12点 家人找来了几个同修 家人给师父上香求师父 那几个同修在屋里四个脚坐下 开始发正念 同修说发正念 让他三点前醒 到了三点 我睁开眼睛问周围人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虽然醒了 但是我的头脑还是不清醒 不怎么认识人 同修就开始轮着陪我学法 给我发正念 两三天之后才恢复正常 一路走来 我就是感谢师父 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 是师父像保护孩子一样 一步步把我带到了今天 多少大难 都是师父给我承受的 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手 师父您辛苦了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